第二個我們這個有互動的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有所謂的溫濕度 溫濕度的部分 那您先看一下 我們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溫濕度 這個應該上次可能就沒有用到 就沒有用到那 溫濕度的部分您可以把這個盒子打開 把盒子打開 您會看到有一個藍色的 有沒有一個這個藍色的 就是這一顆 這個 這個是最容易燒壞的 一顆 一個便當 但是呢你還需要搭配一個麵包板 還需要搭配那個麵包板這個 這個 對對對杜邦線也需要 但是我們的這個溫濕度啊 他只會用到三隻腳 你看到上面這裡是四隻腳對不對 但是 只用到三隻就是一二四而已 就是一二四 所以我們 需要那個杜邦線 杜邦線我們需要公公的 三條 需要這個公公的杜邦線殺掉 好三條 但是呢 這個因為是最容易燒壞掉的啦 如果老師要看一下那個 我這裡好像沒有帶到 因為這個是最容易被同學不小心弄壞掉的喔 就是插錯邊 您看到現在有網格狀的這個要面對自己喔 後面這個是背面有沒有後面背面是平平的 好是平平的 所以你要把網格狀面對 那我們 我們 麵包板 您擦 像這樣 你就 任意挑四個 麵包板 因為大家 老實都有用過嘛 所以就是垂直的部分 垂直的部分會通 所以我就 這樣插著 插進來 那我們有用到的就是 一二四而已 所以我在這邊 我就把這 第一條 第二條 跟第四條 一二 加上 第四條 好我這樣弄好了 有沒有 記得喔 網狀要朝自己喔 顛倒他剛好就是正負極顛倒 所以就很容易燒掉 小朋友最容易有 有這種問題喔 好 那你這個好的之後呢 我就準備把它接到我的開發板上面了 你看一下我們這邊 我們簡報再往下 45頁 這裡有 有沒有 我如果你是接到Smart的腳位 他基本上用3.3伏特的就可以了 第一隻腳 第一隻腳是電源 就面對你的喔 就網格上面這個是 電源 好這是3.3 然後呢 第二隻腳 是什麼 訊號線 第四隻腳 這個是接地 好第四隻腳是接地 就是第三根沒有作用 但是 建議大家就是 您要插電的時候 最好是先斷電 先斷電是比較安全一點喔 就先插完了 再把電接上去 這樣比較安全 比較不會說中間有插錯 馬上就 就有反應這樣子 好所以您先把那個 電源先斷掉 好在這邊 好在這邊我就先把 第一條 我的是綠色的 是電源 接到3.3 好第2條 我的是訊號線 我就接到05好了 好第3條 好第3 第4條 我的是接地 OK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那您再把那個電源把它插上去 如果覺得特別暖活的 覺得特別暖活的就表示要燒掉了 因為他顛倒過來剛好正腹級顛倒 所以就會馬上融化掉 這個是您在接的時候稍微特別 注意一下的 這樣就可以了 待會我們就可以把 積木的部分把它先寫進去 把它先寫進去 那就先等各位老師一下